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7月13日星期二 这个视频呢 我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疫情啊 疫情呢 现在美国是很放松 新加坡呢 已经宣布说呢 当成流感对待了 似乎很多国家呢 现在因为注射了这个疫苗 有疫苗的保护 对这个疫情呢 就不感觉到那么的危险 不感觉到那么的可怕了 但是呢 现在的疫情在亚洲来势就有一点凶猛 那在亚洲有一个国家呢 现在是相当的严重 已经连续两天 新增确诊人数超过4万人 成为全世界新增确诊人数最高的一个国家 那这个国家是谁呢 就是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7月12日新增的确诊呢 是47,899啊 将近5万了 昨天他也超过4万啊 已经连续两天超过4万 现在全世界只有他这一个国家超过4万 现在他的情况呢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这还得亏是印度尼西亚 他只是一系列的岛 岛和岛之间呢 因为有这个水的相隔 使得他的传播还没有那么容易 尽管如此 他现在还是挺严重的 印尼很多的医院 现在都告急 床位就要不够了 现在他们就出现5月份印度的情况 印度就是从这个制氧机不够用开始的 氧气瓶不够用开始的 那他们 印度尼西亚现在呢 氧气瓶就不够用 人们都抢氧气瓶 制氧机呢 更别提了 现在中国在紧急的组织 制氧机的货源来支援印尼 好在印尼呢 和印度不一样 印度那会儿呢 对中国是非常的抵触 一边呢 抵触中国 一边呢 还诋毁中国 印尼呢 现在怎么着 比它能好一些 我没有看到说 对中国特别抵触 或者是特别的诋毁 那他现在什么情况呢 他这些岛里面就那个 爪哇岛是最严重的 爪哇岛是印尼人口最多的一个岛 就是说他们确诊的这人当中 有一半都是在爪哇岛的 然后其他的一半就是在各个岛 那其中 他的首都雅加达是最严重的 雅加达这段时间以来呢 他一直都是印尼的疫情中心 所以他已经把很多的那个建筑呢 给他改成了医院了 但是尽管如此啊 包括以前就是医院的和现代新改的医院 也已经90%都已经被这些感染者呢 注码了 他这个疫情呢 在其他的岛屿也是分布的比较均匀 他一共是12个省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岛屿 除了雅加达除了爪哇以外 其他的地方他医院的这个入住率呢 也已经达到了70% 分分钟就要崩溃 那他们现在呢 为了防止他们的医护人员崩溃 因为现在全世界呢都在传来 医护人员即便是打了疫苗的 也有可能再次的感染这个Delta病毒 所以呢 印尼现在就在进级的采取措施 对于他们这些医护人员 多数的医护人员呢 都已经打完两针了 就开始现在对医护人员 打第三针的加强针 因为印尼的情况呢 实在是太紧急了 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因为离他们很近的这个马来西亚 他们就爆发了医护人员 已经打了疫苗的大规模的感染 说马来西亚呢 有一个疫苗接种中心 这个疫苗接种中心呢 包括这医护人员 包括志愿者 一共有453人 其中呢 有400人都已经打完疫苗了 只有53人还没有打完 但是呢 这个疫苗接种中心啊 他们有204人中招 这个比例呢是相当高的 现在这个疫苗接种中心 都停止工作了 要对整个的这个疫苗接种中心呢 进行消毒 那相关人员呢 也需要进行隔离 等于说这么大型的一个 疫苗接种中心呢 他就瘫痪了 所以印尼现在他是采取措施 防止出现马来西亚的这种情况 那马来西亚什么情况呢 马来西亚他们现在每一天的确诊 就是昨天的确诊呢 是8574 这也很多了 印尼如果爆发像马来西亚这种情况的话 那就麻烦了 所以呢 印尼现在采取这个措施 现在采取这个措施呢 还不算晚 希望呢 能够把他们医护人员 这个队伍给他稳定住 完了以后呢 在亚洲我昨天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缅甸 缅甸呢 在他们大规模的发生暴乱的时候 他的疫情都没有爆发 但是呢 他现在暴乱已经几乎平息下去了 但是疫情又出来了 他最近的这个每一天的日增呢 不能说成倍呢 也是成半的这个增长 昨天他刚刚超过4000 那今天呢 就是超过5000了 他12号新增的确诊人数是5014 然后新增的死亡呢 是89 尽管如此啊 缅甸呢 都不是严重的 今天我看到 缅甸就宣布 关闭和孟加拉之间的这个边境 然后我看到这个以后呢 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关闭和孟加拉的边境 难道说缅甸是要对孟加拉负责吗 结果呢 事实正好相反 孟加拉现在的疫情呢 是相当的严重 孟加拉昨天新增是13768呀 是很严重的 他是在这个世界上 日增应该是在前10名了 第一名呢 就是印尼 47899 第二就是哥伦比亚 39565 第三就是英国 34803 但是人家英国呢 虽然说新增的多 但是他死亡的很少啊 因为他疫苗打的很多嘛 现在英国呢 我昨天跟大家说了 英国的首相已经说了 这一次采取的抗疫措施呢 到7月19号为止 以后就再也不采取了 也会学新加坡 把这个疫情呢 就当流感来对待了 因为他反正死亡率也不高 然后西班牙是33932 西班牙这个防疫不知道咋搞的 每一波他都能赶上 他跟英国一样吧 英国其实也是 每一波他都爆发 然后印度是32906 印度呢 虽然说还挺高的 但是呢 比他之前最高的时候 还是好了很多 那俄罗斯呢 这段时间一直是 两万以上 两万四千二百一十一 巴西是一万七千零三十一 阿根廷是一万四千九百八十九 那以上这些呢 就都比这个孟加拉要多 然后接下来就是孟加拉了嘛 孟加拉是一万三千七百六十八 南非是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二 马来西亚是一万一千零七十九 我刚才说马来西亚是八千多啊 那个是Google上面的统计数字 但是呢 亚洲这边的统计数字呢 是一万一千零七十九 马来西亚很严重啊 那孟加拉呢 他这么严重啊 我都一直都说啊 如果说你一个国家的疫情呢 控制不住啊 他必定是有原因的 像孟加拉这么一个小国哈 他这个确诊的人数有这么多 我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 他就是他那些人民啊 对这事情他不重视啊 你说到这儿的话 咱们就得说人家台湾对吧 咱们台湾同胞 一起疫情色变对吧 都很害怕 如果是从北部来的一个人的话 哇 进电梯 其他人都纷纷都跑出来 就离他远点 然后呢 医院的医护人员 别人都离他们远点 就是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 但是这个孟加拉呢 说是他那儿出现有一个奇怪的一个事 就是有一个小牛出生以后呢 已经两年了 就是将近两岁的一个小牛 但是他的身高呢 却只有51厘米 然后他的体重呢 只有26公斤 就和一个小羊差不多 就非常的奇怪 像这样的一个小牛呢 是很少见的 就这么一个小牛哈 你说有什么好看的呀 哎呦喂 结果呢 天天得有一万多人来看这个小牛 你在网上看看视频还不就得了吗 不 一定要到现场来看看这个小牛 很神奇的小牛 也不管现在呢 疫情期间 你说这个民众的这种防疫的意识这么差 他那个疫情你说能好得了吗 对吧 他都不如缅甸 人家缅甸的一看你孟加拉的这种情况 赶紧就把这个边境给你关上了 就不跟你往来了 还有人家越南 越南呢 今天新增的是2187 虽然说呢 比前一阵子台湾严重的时候呢 现在要严重挺多 但是他们控制的挺好的 然后民众这种意识呢 也特别强 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昨天也发生了一件事情 昨天呢 就是台湾在越南开设的一个工厂 这个工厂啊 就爆发疫情了 爆发疫情 然后呢 越南这个工厂呢 我不知道他为了保生产还是怎么着 他就把大门关上了 不让这些工人出去 那这个工人一听说我们工厂里面爆发疫情了 工人很害怕呀 工人就不想在这工厂里待着嘛 你看越南和孟加拉是不是鲜明的对比 孟加拉人呢 还去看热闹 还去看小牛 人家越南的这个工厂里面的工人 一听说我们这里面有人确诊了 尽管人家越南的死亡率很低哦 虽然说这几天呢 他都超过了一千 超过两千哈 但是呢 他今天的新增死亡只有六个 他累计的死亡只有一百二十五个呀 台湾都七八百了 对吧 但是呢 越南只有一百二十五 但是呢 他们那些人 都这种意识是非常强的 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 那这些工人呢 就往外跑 他是有大铁门的嘛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中国的那种大铁门 对吧 那种闸的那种铁门 然后这些工人呢 就把那个铁门都给他搞倒了 铁门搞倒了以后 工人就纷纷的逃跑 从这个工厂跑走 有好多媒体都报这件事情 觉得台湾的工厂太黑心了 爆发疫情的时候 不让这些工人逃命 还把大铁门给他锁上 把工人锁到里头 我看到呢 中文的媒体 英文的媒体 都有说这件事的 而且是台湾说的 台湾那边报的 这事就说明啊 人群和人群 有很大的不同 有的人群呢 就非常重视着疫情 有的人群呢 这个民众 他本身不重视 然后呢 我们还是说这个 疫苗的这个问题 刚才不是说马来西亚 他那疫苗接种中心 发生了群聚感染吗 接种中心都关闭了 然后呢 就是他那个医护人员 他们已经都打了疫苗了 打了什么疫苗 现在就不说 这事呢 我还想说到说到 要是打的中国疫苗 你知道吗 这些媒体大肆的渲染 要是他们不说的话 你猜怎么着 它是什么疫苗 猜都能猜得到 对吧 这个YouTube都不让我说 关于疫苗的事 就是我说中国疫苗没事 说阿斯利康疫苗也没事 说别的就不行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说这个 疫苗接种的情况 尽管说呢 现在接种了这疫苗 接种两剂以后呢 仍然是会感染的 但是呢 我们确确实实看到 如果是打了两剂疫苗的话呢 这个效果还是很显著的 像亚洲这些国家 马来西亚呀 印度尼西亚呀 缅甸呀 孟加拉呀 这些国家 为什么现在还在爆发 包括俄罗斯 为什么还在爆发 就是因为他们打疫苗的比例很低吗 很低的 像印尼打第一针的 才占到13.4% 两针都打完了 才占到5% 对吧 你相对于美国呀 英国呀 以色列呀 什么的 这些打完第二针的 都要超过50%以上 这差距有多大呢 我们都知道 美国呢 这个疫苗 打到一定程度以后 剩下的那些人 都是不太愿意打的 然后呢 就会用一些激励的措施 抽奖啊 等等等等 来激励他们来打 那后来呢 就是强制性的 美国就强制那些医护人员 你必须得打 那有的医护人员就反抗 还起诉到法院 对吧 那个法官就判着说 你必须得打 医护人员你必须得打 你要是不想打的话呢 你辞职 你别当着医护人员了 那美国呢 有的人就顺从了 哎 一到这个时候呢 哎 就去打了吧 那有的人呢 坚持啊 有的人可能是干了一辈子的 医护人员的 就辞职就不干了 我没有看到有医生这样干了啊 有护士这样干的 护士就辞职了 这样人呢 应该是也是少数 那现在我看到呢 说法国呀 希腊呀 等欧洲国家 现在也出台这样的政策 就让这医护人员呢 你必须得打 必须的 你要不打的话呢 你除非你辞职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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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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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